川普新购空军一号 将以红白蓝国旗色亮相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CBS新闻访问证实 他将令人重新设计空军一号 变为更爱国的颜色 红白蓝 根据CBS新闻报道 白宫2月时宣布 川普与波音公司谈定39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合约 购买两架波音7478型飞机 作为新的总统座机空军一号 川普在访谈中自豪地表示 他为国家省了15亿美元 这呼吟他2016年在推特上的一则发文 表示新飞机的价格实在是失去控制 竟然超过40亿 目前的总统套房与办公室 位于空军一号的机舱前端 万一发生紧急状况 飞机上配有医生 同时也有医疗套房可配合临时需求 作为手术房使用 空军一号也设有总统随行人员专区 例如随行媒体在机舱后端 这架飞机可在空中加油 因此可以无期限停留在空中 座机也配有最先进的安全系统 包括可急速投掷金属片与火球 以躲避敌方飞弹追踪 川普总统也计划将 座机外观重新设计为 符合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 川普表示 目前的总统座机 已经使用长达30多年了 在新座机完成之后 未来几任总统绝对会比他 更常搭乘这架新机的 别忘了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